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本来是约了咱们韩国美女模特一帧好久没见他了 今天约了他 但是苹果突然发布了iOS15 不是iOS16 beta3版本 所以现在咱们马上来看一下这个beta3都有哪些主要的变化 拍完了我得赶紧出发了 首先第一个咱们这次beta3版本 把之前beta1 beta2版本里面很多没有翻译的英文 给它做好了中文的翻译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的面容ID一直无法输入之后 这边咱们终于用中文来显示了 向上清早使用面容ID或输入密码 但是之前咱们beta1 beta2是英文显示 swipe up for face ID or enter passcode 这个英文非常标准 另外在锁屏的界面咱们按住 咔嚓这么一按 然后自定之后咱们看点击这边时间 这边咱们看字体语颜色多了两个 原来是6个 现在变成了8个 新增了这个细的和这个效果 非常得紧 虽然没什么有用 然后如果我们进入小组件界面 这边电池用中文做好了翻译 但是之前beta2里面beta1 beta2 都是用英文写的beta2 苹果多么的贴心 但是苹果也不是吃素的 咱们进入设置之后 进入咱们的墙纸 这边咱看 把它新增了一个非常带性的东块 告诉咱们在锁屏的界面 可以change your wallpaper 但是这边依然用了英文 这边下面有什么 from your lock screen tap and hold to add a data or switch between different wallpapers and widgets 好 咱们可以在锁屏的界面通过点按捏 可以添加编辑或者是切换咱们不同的壁纸和这个 Widget的小组件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其他的 进入咱们的通用 关于本集吧咱就不看了 进入咱们的软件更新进来之后 自动更新进来之后 这边它又换了一种描述 原来是安装系统和数据文件 但是它换了一个名称 叫做安装安全响应与系统文件 其实它整个描述是相同的 然后描述的内容也稍微变动了一点 但是它整个说的内容是一毛一样的 下面咱们进入咱们的隐私 这边它新增了一个安全性锁定模式 这个在beta2里面原来是开发者模式 但是苹果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在变 我们进入beta2来看一下 这个安全性模式 原来这边叫做开发者模式 但这边苹果把这个开发者模式 改成了锁定模式 这个描述完全是英文 lockdown mode 这个就是extreme optional protection that you should only be used if you believe you may be personally targeted by a highly 哇什么这边 Cyber attack 就是当我们怀疑自己 被黑客攻击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打开锁定模式 这里面苹果怕咱们太担心了 它说了 most people are never targeted by attacks of this nature 就是大部分人都不会被黑客攻击 但是像我这种经常浏览什么 在线小电影网站的朋友 这个还是可能会有一定的用处吧 我们点击打开模式之后 这边完全是英文 然后信息就是很多的功能都是被限制 像什么信机 attachments 就是这种附件都是被锁定的 blocked and some with features unavailable 然后有些功能是无法使用的 网页浏览 share the envelope device connection Apple service 反正总之这些乱七八糟 还有这个profile 描述文件 这种东西我们都无法安装了 点击打开锁定模式 这边有个turn on and restart 如果我们想要打开的话 我们需要点击之后进行冲击 但是现在有一点不太敢 因为我还有拍摄片 然后这边安全检查 这个也是iOS16里面新增的 这边我们点开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快速退出 也不知道是bug还是怎么样 原来右上角什么玩意没有 现在快速退出依然在这里 点击之后会直接跳出咱们的设置界面 这部分我个人估计是它的一个bug 因为我们进行设置的时候 大家看 Face ID解锁 这边就有个快速退出 我估计它是残留了 这边安全检查 原来是英文的描述内容 现在苹果非常精彩的用中文 给我们进行了描述 我跟它下一个 就是咱们iOS16β3里面 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咱们的照片 这里面共享图库 这个终于新增了 现在我已经是把它给打开了 如果我先把它给删除 我把它删除 然后这飞的时间还挺久 创建之后 当我们想要删除的时候 需要飞很大的信 我现在已经删除之后 等了快5分钟了 都已经重启了 但是它依然在现实 正在删除共享图库 这个非常的闹心 咱们的共享图库 终于好了 我们点击设置之后 这里面有非常清晰的描述 总结起来 那就是咱们可以跟咱们的亲戚者 家人或者是朋友 共享一些我们想要共享的照片和视频 这里面我们点击开始设置之后 我们可以添加参与者 最多可以添加5个 我把我熊孩子叫进来 然后再把我的夫人加进来 然后我们点击添加 添加之后 点击继续 这里边我们可以分享我所有的照片和视频 或者是按人物 或者是日期来进行选取 或者是手动来选取 稍后再移动照片 然后通过信息进行邀请 邀请给它发过去 发过去之后 从相机也可以进行共享 我们点击自动共享 这样之后 咱们进入咱们的照片图库 点击右上角三个点之后 这边我们可以选择两个图库 或者是我个人的图库 或者是今天新增的共享图库 点击之后 我们看共享图库为空 什么玩意没有 然后如果我们这里点击 CAMERA咱们的摄像头 点击之后 这边再看 这是新增的 这边我们可以选择 把它存储到个人图库 还是共享图库 随便来拍一张之后 这是共享图库 这时候咱们进入咱们的共享图库 刚才我拍的这张照片 就进入到了咱们的共享图库 另外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照片 共享图库之后 共享图库建议 这边我们点击之后 我们可以再打开 然后添加咱们的人物 或者是共享自相机 我们也可以选择打开 如果我们选择自动共享 当然这个iPhone检测到 咱们跟参与者 共处一室的时候 就可以让相机 自动把照片和视频 添加到共享图库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咱们的蓝牙 必须打开才能完成 自动共享 然后再加的时候 共享 咱们在家的时候 拍的任何的照片或者视频 都让它自动添加到 咱们的共享图库 这样的话咱们家人 也会自动的看到 这个功能还是非常好用的 问题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iPadOS 16 Beta3的一些主要的变化 在这个控制中心 如果我们把前台矛盾 前台调度 State Manager给它打开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页面 告诉咱们State Manager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边有一些动画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 Turn on或者是Not now 另外关于State Manager 咱们进入设置 然后主屏幕与多任务 这里面前台角度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iPad 我们点击之后 只能显示iPad 但是当我们连接咱们的 Studio Display 我们看一转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但是如果我们连接到咱们 架克飞上 Magic Magic Keyboard 咔嚓这么一连之后 它又会提示这样的一个界面 State Manager Within External Display 当我们外接显示器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 我们点击Continue 这时候 我们看 这边就冒出来一个 外接显示器 而当我们点击外接显示器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行单独的设施 最近使用的APP 左边的窗口是否大开 重庆屋是否隐藏 我们可以单独的进行设施 这个还是非常的好用的 关于一些bug 比如说咱们搜索这边 三个小点这边 如果我们左右滑动之后 大家看 这边依然会显示的非常的奇葩 我以为只有咱们人类可以 但是大家看 咱们的iPhone这个点也能涂出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细小的bug 可能在苹果内部 它们的优先级也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这部分我们可能会等到 我在16 Beta 7或者Beta 8的时候 才能把这个凸点的问题给它解决掉 现在时间是10点26分了 我现在要马上出发去见咱们的 这个韩国美女模特益珍了 所以今天这边就先到这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益珍在化妆 他在包里面掏出来了一个按摩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